欢迎大家观看全链路UiU1设计师课程电商Banner 今天要讲的案例是电商Banner案例时操 我是燕子老师 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接着我们上节课的去做 好,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案例 那我们现在呢去把它的文案去给它制作完成一下 那我们现在呢去找到它的这个文案 找到它这个文案以后我们看一下它文案的广告语 这个是它的一个文案的广告语 我们现在呢Ctrl C复制一下 当我们复制完以后啊 我们来到我们的PS里边点击一下文字工具啊 直接单击呢Ctrl V粘贴 Ctrl A全选我们先给它一个颜色 那这个颜色呢我们可以先给它任意一个颜色 等会呢我们再去给它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Ctrl加空格关闭输入法 点击一下移动工具V 接下来呢我们找一下文字这个里边 什么是主标题 什么是描述性文字 尊贵丝华我们可以作为它的一个主标题 我们现在呢Ctrl X减切一下 好,减切完以后Ctrl按Enter键 退出文文 现在呢我们点击一下文字工具T啊 Ctrl V粘贴 这个是它的一个文字的主标题 那文字的主标题一个呢就是大显眼 对不对 那这个呢它是做的是新娘婚 婚协的 所以说呢它是女性的 女性呢 Banner呢一般用什么样的字体啊 一般都用一些纤细柔美的字体 不要用一些粗阔的字体 那在后期的这个Banner的讲解当中 我会给大家归纳 女性的什么样的字体 男性的是什么样的字体 比如说广告促销的 科技的等等用什么样的一个字体会好一些 那我们Ctrl A全选 Ctrl T字符 这个里边 女性的啊 通常选用的是什么样的字体多一些 比如说方正 这个里边 比如说华文中送啊 方正粗亚送啊 这个 迷你减准源呀 这些字体你都可以去运用 只要是细一点的都可以 比如说华文中送啊 这个字体在女性当中就用了非常的多哈 非常的多 当然你说这个英文啊 用什么样的字体 英文呢 在这个里边啊 都是起到了一个装饰的作用 你也可以选一个细一点的 比如说啊 英文呢 还是最好选用英文的字体 比如说我想用这个细点的字体也是可以的 全部大写字母啊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可以的 当然你也选一个偏英文一点的字体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这里边有没有合适的啊 咱们往下走 中文完以后 就是英文的 英文里边 然后在这个里边找到一个合适的啊 我们可以去给它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好 那比如说我们就暂时用这个啊 这个英文的字体 好 现在呢 我们选中这个字体 然后呢 给它改一下相应的一个字号 字号啊 给它大一点 毕竟它是一个 呃 主题 文字 呃 这里不要加粗了 因为它毕竟是女性呢 给它用一些比较细一点的 好一些 然后这里是它的一个行间句 行间句的话啊 我们也可以 行间句的话 我们也可以 啃出A全选 然后呢 NUALT键 点上下方向键啊 可以去改变它的行句 这是它的一个 主题的文字 那接下来呢 这边呢 我们可以作为它的一个描述性文字 描述性文字 我们也可以去给它排一下 描述性文字 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字体 比如说你可以用方正蓝亭黑简啊 还有方正蓝亭千黑等等啊 比如说黑简的字体也可以 你想再细一点 你可以再选一个千黑的字体 好 我们再看一下 一般的都是方正蓝亭黑简的多一些 比如说你想用一个细一点的 这种的字体也是可以的 那这里呢 你就不要加粗了 女性呢 还是用细一点的字体比较好一些 当然这个字体的 它的一个字间句啊 我们给它清明 那这个字体能不能去变形 瘦一些 可以的 因为女性呢 还是瘦一点会好看一些 对吧 好 你看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描述性文字 那你看一下啊 我现在呢 暂时呢 就给它 以这种的居中的形式啊 去给它排了 排完以后 我们选中这两个图层 给它以居中对齐的形式去做 你会发现 这个里边的颜色 是不是不是特别好啊 一个就是颜色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字体呢 就显得相对来说多了一些 那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好 我们现在选中上面的一个英文的部分 选中上面英文的部分啊 我们Ctrl加T呢 调出这个字符 调出字符以后 这里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 去给它授一些 变形一些 是吧 居中形式的对齐 然后它的字间距啊 可以适当的拉一些 好了 Ctrl加Enter键确定 你也可以尝试着去给它改一下 全部大写字 全部大写字母 看个好不好看 或者小型大写字母 都是可以的啊 都可以做相应的一个更改啊 相对来说还是 小写的会好一些 好了 现在我们去给它改一下颜色 我们一般配色的话啊 最好呢 是在这个 我们的Banner里边 去给它找它的主题颜色去配色 那它Banner里边的主题颜色 我们可以任意的去吸一个色系 吸完以后 我们要做相应的一个调整啊 做相应的一个更改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字符的颜色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还是可以的 好 我们再选择这个啊 Alt加对的这件填充 Ctrl加Enter点确定 好 这个字体也是可以的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它还有哪个地方需要做调整 在我们的Banner当中 它的字体排版的形式 一个呢 就是大小的对比 就是文字大小的对比 还有一个就是粗细的对比 包括不同颜色的对比 以及彩点对比 还有这个不同字体对比 那我们这里你看一下 它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比手法 不同字体的形式对比 还有大小的对比 以及数蜜程度的对比 那我们可以去做它数蜜程度的对比 比如说百万新娘共同的选择 我们可以CtrlT掉字符 然后这里的把它的行距 是不是可以去给它进行相应的分散呀 对吧 分散一下 然后呢 我可以用大小的对比 比如说这里的字体 我可以适当的小一些 然后呢 给它做一个对齐的形式 它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呀 当然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选中它以后啊 点击一下上下方向键啊 去给它调整一下 它的行距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Banner当中去排版的 不管是你做任何的广告 海报 还有你的Banner 它的排版的形式 你要去理解 就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排版形式 好 这里呢 我暂时先这么去排 当然你看一下啊 它的文字啊 在我们的背景当中啊 并不是特别的凸显 并不是特别凸显 那为了让它凸显怎么办 啊 我们可以做相应的处理 也就是说我们的背景呢 它是衬托我们的主题 还有我们的文字 去做相应的一个存在的 那我们现在呢 点击一下窗口工作区啊 复位基本功能一下 找到我们的这个图层 找到以后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呢 选中这个背景图层一 我们三个辅助键 加上新建一个新的图层 建完新的图层以后 X前景色呢为白色 点击一下B画笔 为了让它凸出 很好的一个文案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啊 去给它点击一下 我们的画笔的 这个笔刷 好 我这里呢 给它的不透明度流量啊 百分百 这里呢 要用它的一个 揉边的画笔 我们在这里单击一下 单击完以后啊 Ctrl T 我给它拉 适当的拉一拉 看到了没有 适当的拉一拉 就让它这个文字的地方啊 变得亮一些 当然啊 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它的快线键是 F5 切换画笔 笔刷 笔刷的 笔刷的圆度啊 我们给它切换成30 好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现在呢 给它点击一下 也可以再给它大一些 比如说50 好 我们在这里啊 去给它做相应的一个单击 看到了吗 把它的文字 在我们的画面当中 更能 更能凸显一些 包括我们的主题图 也是一样的 你看一下 我们的主题图啊 被我们的这个手捧花呢 给覆盖掉了 太抢眼了 所以说呢 我们再新建一个图成 把我们的这个鞋子的手捧花 然后呢 适当的弱化一些 适当的弱化一些 然后适当往上一点啊 弱化一些 让它 也就是说 若隐若现的一个效果 主要的还是 蹭通我们的主题 就是我们的婚鞋 好了 这个呢 咱们也做完了 是不是 做完了 做完以后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它呢 弱化的有点太狠了 我们可以把 不透明度 适当降低一些 主题图啊 选中主题图 我们可以把主题图 往里一点 然后这个文字呢 我们也可以 Ctrl加歌 编个组 这个呢 是我们的文案 文案 然后接下来啊 这个地方啊 就是属于我们的背景啊 也可以去编组了 好 文案 我们选中了啊 给它左右 移动一下它的位置 你看一下 咱们的画面啊 不能太空 这个地方稍微 还有这个地方 就给人的感觉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空了 对不对 我们要做相应的处理 好 我们再点击一下 E 橡皮叉啊 选中这个图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橡皮叉再擦一擦 把这个花瓣呢 可以再明显一点点 对吧 再明显一点点 然后呢 给它做相应的处理啊 做相应的处理 好 那这个呢 简单的Banner 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Banner呢 只要你突出它的主题图 还有突出文案 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做 适当的相应的一个修改 好了 同学们 接下来呢 你把这个文字 还有这个主题图 还有整个的一个背景图呢 去给它设计一下 然后设计完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 才去讲解它的细节 还有调整它的细节 好了 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